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全黑亮相引发争议,赵丽颖回应网友质疑 赵丽颖在比赛中失利后,竟然做出羞辱学弟的举动,却意外地遭到观众批评过于注重外貌 这种突发事件让人们对他的评价产生了一些变化 有观众认为他应该更注重内在品质而非外表,这也引发了一些关于明星行为的讨论 近一年来,赵丽颖一直没有新电影上映,导致许多观众对他原本上升势头的演艺事业感到担忧 然而,最近传来好消息,赵丽颖已经开始拍摄新的电视剧电影,并将首次挑战新的角色 这一消息让粉丝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,希望他能够在新作品中有出色的表现 11月20日上午,赵丽颖办公室发布了一张他身穿全黑装的新照片 他留着其间的卷发,展现出一种简单而经典的氛围 然而,尽管这一形象受到了一些人的好评,也有不少观众觉得他的相貌有些平淡 缺乏以往的魅力和气质 这次的造型再次引起了争议,使人们对他的形象产生了分歧 该系列照片发布后,社交网络上传出赵丽颖已开始拍摄新电影的消息 他将与新职累合作,但有消息趁双方在影片制作方面存在一些分歧 有人甚至传言趁新职累暂时不愿参与,因为他正在与制片人商讨一些转会问题 与此同时,赵丽颖在11月20日如期加入了影片的拍摄队伍 尽管与新职累相比,赵丽颖在合作问题上表现得相对宽容 但晒出一系列带有神秘黑色形象的照片 引起观众对他是否在向学弟炫耀,并为了博取宠幸而随意改变形象的质疑 然而,目前这些都只是传言,赵丽颖的办公室还没有就他即将上映的行程做出任何明确的回应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